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讲的是杨女士 因为家庭贫困 从小渴望着通过努力读书来改变命运 最终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某所知名高校 并成为了一名博士生 不久她在学校结识了同样是博士生的张先生 张先生跟杨女士一样 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相似的求学经历 让两个人惺惺相惜 就这样两人很快相知相恋 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丈夫张先生对杨女士特别的体贴 本来这段婚姻应该是很美好的 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 打破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杨女士被查出患上了肝癌 对于妻子生病 丈夫张先生一直都细心地照顾着 甚至还四处借钱让妻子治病 看着丈夫对自己的不离不弃 杨女士心里很感动 就这样过了五年 杨女士的病情不但没有得到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起来 而丈夫对待她的态度也早就发生了180度转变 她开始消失不见踪影 但每个月会给杨女士寄两三千块钱的医疗费 到了这两年连两三千块钱的医药费也不寄了 根据杨女士描述 张先生现在一所高校任副教授 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 但她却对生病的自己视若无睹 甚至还经常骂她 昔日温柔体贴的老公如今却如此对自己 这让杨女士很崩溃心痛 后来记者采访到张先生 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妻子生病之初她也尽心照顾了 之所以想要分开 是因为过年的时候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 年初一母亲喊妻子吃饭 妻子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不想吃 随后母亲便唠叨了她几句 没想到妻子便突然大发雷霆 不管不顾回了娘家 在他们老家有一个习俗 年初一回娘家会遭人笑话 而妻子这样的举动 无疑让自己没有面子 而且不尊重自己的家人 夫妻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冲突 随后张先生便拨通了岳父的电话 向岳父说自己要离婚 关于治疗费用的问题 张先生更是表示 自己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亏待过妻子 结婚六年时间里 接二连三地给了杨女士二十多万生活补贴 两年前决定离婚才没有再给钱而已 面对丈夫的说辞 杨女士并不认同 她认为 丈夫所说的二十万元 其中包含这些年来 夫妻两人的日常生活开支 丈夫实际给到的治疗费用 只有四万多块钱 而且这五年来 治疗已经花费了三十多万 而这三十万治疗费用 全都是父母和哥哥辛苦打工支持的 对于年初一跑回娘家这件事情 杨女士解释 自己当时身体十分不舒服 想躺床上休息 但是婆婆却一直不停地对自己叙叙叨叨 所以怒气上头 一时冲动回了娘家 这件事情并不是两个人要离婚的主要原因 丈夫其实就是看着自己身患癌症 不想太过耗钱 找的离婚借口罢了 杨女士身患肝癌 已经中晚期 需要患肝 但是患肝要八十万 而此时的丈夫却哀求杨女士放过自己 张先生对自己之前 发送恶毒信息这个行为 做出道歉 并解释自己是一时昏了头 冲动说出口的 自己也是被逼无奈 自己的父母已经七十多岁 一直都想要抱孙子 而自己如今也四十多岁 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和一个孩子 而杨女士的病情有太多的不确定 她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面对丈夫决绝的态度 杨女士伤心欲绝 她始终认定 丈夫就是那个救活自己的人 她希望丈夫能够勇敢承担起责任 对自己负责 但是不论怎么劝说 张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杨女士彻底心灰意冷 最后答应离婚 而离婚的条件是张先生要帮自己 还清全部的债务 治疗费 以及信用卡账单 加起来一共五十万元 张先生表示 自己最多只能承担三十万的债务 直到最后 夫妻两人都没有协商成功 要走司法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 看来这个故事心情很复杂 这已经不能用是非对错来判断了 只能说这就是真实的人性 在这对博士夫妻身上 没有谁更高尚 也没有谁更恶劣 只有赤裸裸的人性 对于博士老公而言 当初娶了一个同为博士的老婆 强强联合 她是很满意的 所以对老婆很好 这就给了女方一个错觉 老公特别爱我 我特别幸福 后来老婆得了癌症 以现在的医学条件而言 很多癌症也不乏治愈的案例 所以她积极照顾老婆 想治好她 继续以前的幸福生活 对很多男人而言 老婆刚开始生病都不会放弃 第一 她不了解这个病情的严重性 不可能今天听到老婆生病 明天就把老婆甩了 再冷血的男人 估计也得有个过程 第二 毕竟和老婆结婚多年 一起生活中会有些感情存在 刚开始肯定是想治好老婆的 这是人之常情 第三 也有权衡利弊在其中 男人娶老婆没那么容易 从男人结婚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 她对自己的婚姻和老婆都是挺满意的 如果不是出了这个人生变果 相信她很愿意和老婆好好过日子 以后再要一个宝宝 组成幸福的一家 但是随着她对肝癌的认知越来越清楚 经济压力越来越明显 她就开始权衡了 老婆已经肝癌中晚期了 她治愈的可能性还有多少 如果她治不好 那我到了最后不是人才两空吗 假如她治个十年八年才挂的话 我钱也没了 年纪也大了 我未来的人生怎么办呢 我连个孩子都没有 我不能让她拖累我一辈子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消失以及辱骂 才有了她希望老婆赶紧去死的那种话 这既是矛盾中的冲口而出 也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如果你现在死了 我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要么你就赶紧和我离婚 虽然看着梁伯 却是最真实的表现 但对于女方而言 老公使她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父母和哥哥虽然一直没有放弃她 但毕竟能力有限 收入有限 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 但老公是高知 她如果愿意全力以赴 自己就有活命的希望 对一个溺水的人而言 哪怕是一根稻草 也是救命的希望 又怎肯轻易松手呢 而且她有博士学历 见识和能力都是有的 分析和判断能力也不缺 她老公为了哄她离婚 说离婚后会尽力帮助她 甚至把她接到老家那里去照顾 她就很清醒 现在没离婚 她都这样对我了 真的离了婚 怎么可能接我去老家照顾 而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照顾呢 所以她根本不信 婚姻是她和老公最后的牵扯 尤其是他们还没有孩子 退一万步讲 当一个男人放弃你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和他离婚 都没有用 因为他在心里已经放弃你了 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 我经常劝女人要注重自己 要对自己好一点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在博士夫妻的故事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 血缘关系往往比感情更可靠 从前我是不太信这些的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真的觉得血缘是一种最奇妙的存在 最后想跟大家说 人生很短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切的根本 如此 哪怕未来遇到任何风浪 你都会生出安慰 此生不负自己 而不是一边感慨岁月所剩无几 一边回首前尘往事 后悔不已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